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5日 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昨日 前总统特朗普在北达科他州共和党党团会议中获胜 带着压倒性的领先优势迈向超级星期二 北达科他州共和党党团会议在12个地点举行 特朗普此次获胜让他的初选活动重回胜利轨道 此前 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海力曾暂时中断了特朗普的连胜态势 赢下华盛顿特区党内初选 3月3日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海力赢得了华盛顿特区的共和党初选 取得了他在2024年竞选旅程中的首场胜利 而这也令初选迄今横扫各州的特朗普首都落败 多家媒体在周日晚间宣布海力在华盛顿特区的党内初选获胜 他也由此赢得了该特区的所有19张党代表票 该特区规定 只要人一候选人获得超过50%的选票 他们将获得该区域的所有代表票 分析人士指出 海力周日的胜利至少暂时中断了特朗普 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的横扫势头 尽管这位前总统很可能在明日备受瞩目的初选 超级星期二中无限接近锁定最终的胜局 再回到北达科他州的选举 周一的选票上共有4位候选人 除了特朗普 海力之外 还有佛州商人大卫施图肯贝格以及德州商人瑞安宾克利 根据北达科他州规定 候选人需获得20%以上的选票才有机会赢得代表票 而若有候选人获得60%以上选票 则可独揽该州29张代表票 北达科他州是唯一不用进行选民登记的州 选民采用出示驾照等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并亲自用纸质选票投票 选举采用人工计票 而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五党派联盟党举办的总统初选 几乎全部是通过邮寄选票投票 截止日期为3月30日 拜登 迪恩 菲利普斯等8位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 接下来 候选人们都把目光转向了初选超级星期二 16周将揭晓党代表票归属 也是初选活动中开出最多票的一天 前总统特朗普上周六先后在密苏里州 密歇根州和爱达河州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中获胜 加上此前赢下的爱奥瓦州 新罕布什尔州 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特朗普目前已拿下了7州 这也令美国政坛人士预计 特朗普很可能会在本周的超级星期二后 基本锁定初选胜局 周一 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对苹果公司 处以18亿欧元19.5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 理由是苹果滥用其在音乐流媒体应用程序 分销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欧盟委员会表示 苹果对应用程序开发商施加了限制 阻止他们告知iOS用户在苹果应用商店之外 有其他更便宜的音乐订阅服务 欧盟委员会称 苹果还禁止音乐流媒体应用程序的开发者 提供任何有关用户如何订阅这些更划算服务的说明 这是欧盟首次对苹果出以反垄断罚款 也是欧盟对科技公司开出的最大罚单之一 在2019年Spotify提出投诉后 欧盟委员会对苹果展开了调查 调查的范围缩小到苹果对应用程序开发商施加的合同限制 这些限制阻止他们告知iPhone和iPad用户在App Store之外 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获取其他音乐订阅服务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说法 苹果的这种行为持续了近十年 可能导致许多iOS用户为音乐流媒体订阅支付了高得多的价格 因为苹果向开发者征收了高额用金 并以苹果应用商店中相同服务的更高订阅价格的形式转嫁给了消费者 在欧盟加强对这些公司的审查之际 这笔罚款将加剧大型科技公司与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 去年 欧盟委员会根据一项名为数字市场法案的里程碑式法规 将苹果和微软 Meta等科技公司指定为刊文人 刊文人指的是欧盟认为 限制人们访问在线搜索、广告、信息和通信等核心平台服务的大型互联网平台 数字市场法案旨在打击科技公司的反竞争行为 迫使他们向其他竞争对手开放部分服务 较小到互联网公司和其他企业抱怨受到这些公司商业行为的伤害 该法案已于去年广泛生效 已经对苹果产生了影响 苹果今年宣布 计划将iPhone和iPad开放给除自己的应用商店之外的其他应用商店 长期以来 开发商一直在抱怨苹果对应用内购买收取30%的费用 加拿大联邦机构近日宣布 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公司已终止首次购房者激励措施 根据CMHC的网站 新申请或重新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是东部时间2024年3月21日午夜 该计划于2019年推出 旨在通过让政府获得房产的部分所有权来帮助首次购房者减少每月的抵押贷款付款 有资格享受这个政策的必须是首次购房者 年收入不能超过12万 如果购买的房屋位于多伦多 温哥华或维多利亚 则为15万 并需要支付最低首付款 此外 总借款金额不得超过家庭年收入的4倍 如果符合这些标准就可以向加拿大政府申请5%或10%的激励金 激励金不具有利息 不需要持续还款 可以随时全额偿还激励金 无需支付因提前还清的罚款 购买现有房屋 可以获得5%的激励金额 购买新建房屋 可以获得5%或10%的激励金额 购买新建或现有的移动屋 可以获得5%的激励金额 房主必须在25年后或房产出售时偿还奖励 所欠金额会根据房产价值的变化进行调整 据政府网站申请这项福利有以下几个步骤 1.了解该计划 计算可购买的房屋最高价格 以及可以获得的激励金额 查看计划 找房 2.确定资格 联系贷款人 抵押贷款专业人士 查看计划要求并确保符合条件 自我评估 3.申请激励金 查看具体信息并选择适合自己的激励措施 打印并签署申请文件 将其交给贷款人 贷款人提交申请 告知律师 拨打1到800号码进行激活 如果你的申请是在截止日期或之前提交的 但由于申请错误而被拒绝 抵押贷款公司有责任修改并重新提交你的申请 3月21日之后重新提交的申请必须进行审核 且审核请求必须在东部时间2024年3月25日午夜之前提交 CMHC指出 如果你的申请无论是新提交的还是重新提交的 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 都将迅速得到处理 2024年3月31日之后 将不再批准新的首次购房者激励 约克区警方在周一向华人社区专门发布了一则提醒称 近期在约克区内出现的针对华人的警察敲诈诈骗案激增 在通报中警方表示 最近几周警局接到多起报告称 有人被冒充中国执法人员联系他们 这些骗子使用各种手段 包括电话和社交媒体消息 欺骗受害者 让他们相信自己在中国有法律问题 他们经常声称受害者的个人信息已被泄漏 或者他们涉及洗钱或贩毒等犯罪活动 然后这些诈骗人员就要求受害者转账 或提供个人信息以解决这些虚构的法律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人还会威胁受害者称 如果他们不遵从要求 将被逮捕或驱逐出境 值得一提的是 警方在通报中提到 在三起案件中 已经站出来的受害者 共被骗取了超过100万家元 警方特别提醒 保护自己免受此类诈骗的方法包括 一 通过文件或联系相关执法机构 验证来电者的身份 以自己确认来电者的合法性 二 对威胁保持怀疑态度 官方机构通常不会在 没有适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 在电话中威胁逮捕或采取法律行动 三 不要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分享个人信息 四 在采取行动之前与朋友或家人讨论电话内容 警方在通报中还说 在处理未经请求的联络 特别是涉及法律事务和金融交易的沟通时 始终保持谨慎和怀疑态度 英国官员周二表示 凯特王妃将出席6月举行的英国皇家阅兵仪式 这是他接受腹部手术以来首个正式确认的公务行程 威廉王子的妻子凯特自今年1月以来就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当时王室官员宣布 凯特已被送入伦敦一家私人医院接受计划中的手术 当时他们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但表示他要到复活节后才会重返公职 英国皇家阅兵仪式将于6月8日和随后的周末举行 这一系列活动是英国王室日历上的年度亮点 通常每年6月都会吸引大批人群前来观看 皇家阅兵仪式是为庆祝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官方生日而举行的盛大游行 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260多年前 按照惯例 英国君主一年过两次生日 一次是实际生日 另一次为官方生日通常在6月举行 英国国防部表示 42岁的凯特王妃将在6月8日的阅兵仪式上检阅士兵 届时数百名步兵 骑兵和军乐队成员将在伦敦市中心的骑兵卫队和白金汉宫外的林荫大道上参加这一盛大活动 最近几周 英国王室一直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 因为凯特和查尔斯都因健康问题无法履行他们通常的公共职责 王室官员说 查尔斯正在接受一种癌症的治疗 这种癌症是在治疗前列县肥大时发现的 1月29日 凯特因为透露的病情在医院治疗两周后出院 王室官员表示 他希望自己的个人医疗信息保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